大家好 很多话有反应 在冬天养兰花给它浇水 把握不好 关键点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我们只需要准备一根竹签 要把竹签沿着盆土的边沿 把它插到10公分的深度左右 等待5分钟左右 我们就把竹签给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发现竹签的头 如果是湿润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不需要给它浇水 如果是干燥的 那么我们马上就要给它浇水了 浇水的时候大家千万一定要注意 我们浇水不能一次性把它浇完 我们一定要用一些水慢慢的 沿着这个盆土的周边浇上一两圈 这样子让它每一个地方都能生涛到水 避免引起空根的问题 那么我们浇完水之后 一定要及时把它放到一个通工的环境 让它迅速的蒸发这个水分 不要给它长期的积水在里面 因为冬天如果长期的积水 非常容易引起烂根的问题 我们只要把握好这些技巧 这个冬天浇水就是没有问题的了 那么冬天我们也要给它放到一个 阳光充足的地方来养护 因为冬天的阳光非常温和 非常有利于它的光合作用 让它提高兰花叶片的叶绿素 让它伸展得更健壮